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动不动就欠人,也很刺烈,觉得后宫每个女人都爱她,她还稳坐皇宫表情包阐述大户一位,借此成了很多追剧党的快乐源泉,聂远把乾隆掩活了,这个皇帝的人设在她的衬托下也变得特别有趣,有多少人看着的动力是等着她和皇后发糖,现在流行挖坟,人越火,黑历史就被挖得越多,而在聂远过去那些事里, 恐怕最值得被挖的就是她和皇以的恋情了,很多人都是看上错花交加队狼,认识他们俩的,2000年的剧,现在看一旧甜的,方后,尤其是李月胡和齐天磊这对,印象最深的是男女主成亲的片段,别人都是老老实实入洞房, 这两人倒好,竟然裸着上半身玩起了你拍一,我拍一的小游戏 当然了,下面这段也是经典名场面之一,两人动方深情凝视,现在看都觉得羞秀莲 上次花交加队狼是皇以和聂远出道早期的作品,那个年代看去还不流行把演员八卦,喜欢哪队儿荧幕催屁只会觉得他们演技好,其实很多人不知道,在开拍前她俩就已经是热恋中的情侣了,甚至聂远还是皇以主动推荐给导演的,当初两人是情侣,皇以先被选中,导演本来想让聂远演剧中杀意那个角色,皇以吓坏了, 差点以为自己不能和男友演一对儿,还好最后如愿了,皇以说当时她和聂远恋爱的事是瞒着全剧组的,结果剧组的人都夸两人戏好,不用磨合就能出戏,其实人家私下早磨合过了哈哈哈哈,两人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,皇以本身是上海人,聂远也在上戏读书,又传言说,是因为皇以跑到上戏去蹭课,才结识了号称, 这些三大帅哥之一的聂远,但也有人说他们是通过别人介绍相识的,这两人实在太低调了,恋爱期间都没留下什么同框照片,目前唯一能找到的交集人是郝磊,郝磊是聂远的大学同学,而他和皇以曾经,也是相处十年的闺蜜, 2013年好累儿子百日宴的时候,皇以和聂远还前后脚现身来着,只不过那时候他们早就分开多年,媒体用的标题还是全程无交流,没啥交流也是正常的,毕竟两人当时都有了各自的家庭, 说回谈恋爱时候的事,很多细节证明,皇以和聂远恋爱期间是非常甜蜜的一对儿,就拿皇以上郭德纲的亲戚游戏来说,那会他们都分手多年了, 但他提起当初这段感情言语间依然流露着开心的情绪,他形容聂远是那种阳光健康的男生,正好自己也比较呢, 郭德纲的聂远会带你吃好吃的吗?皇以有点娇称的说,好多呢,他是上海人,喜甜,聂远是贵州人,爱吃辣,两人在一起后,他学会了吃辣,也爱上了贵州菜,皇以性格比较直爽,大胆咧咧像个男孩子,他也承担经常会和聂远吵架, 但只要一发现对方是真急了,他就立马服软,好巧不巧,在皇以之前,聂远也上了郭德纲这个节目,谈到这段感情的时候, 他是这么形容对方的,很痛快,很想哥们一起,很够意思的一个女孩,今天我们还是朋友,挺逗的一个花去世, 但是,郭德纲问他为了追皇以做过哪些事,聂远说,当时还真不一定谁追谁呢,两个人恋爱初期一直没公开,所以骄傲起来比较自在,经常一起拍同一部戏,在里面演个情侣什么的, 比如,夏月丽雨露,龙凤奇缘,黄义和聂远是在01年左右分开的,跟吃瓜群众预想的不一样,分手之后, 这对西月的金童玉女,竟然一点都没必换提到对方,最夸张的是有一次媒体探班聂远,竟然让他现场看黄义谈分手的视频,放到现在简直想都不敢想, 这段采访的信息量极大,也算两人正面回顾了这段恋情吧,首先不可避免的是对对方的评价,聂远又提到了,够意思,爽快,这样的关键词,同时也在一次表示自己,更愿意跟他作为好朋友, 在说到他属于是活泼型的时候,聂远对着镜头挤出一个大大的微笑,看起来有点怨,黄义这边呢,也跟之前说的差不多, 他,为人和善,积极向上,之后还补充说他会洗衣服做饭,很能干,聂远本人听到前女友这样的评价表情有点不好意思, 还先虚上了,至于分手原因,其实跟大多数年轻情侣一样,无非是经常因为一点现在回想起来,根本不是日的事吵架, 黄义还讲了一件两人因为吵架被上错花叫去祖批斗的事,聂远太逗了,说起这个还现场还原了一下当时动手的情形, 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事,他说事后两人就一起给工作人员道歉了,别忘了那个时候,他们还没公开情侣关系,估计大家心里还闹闷吗? 这两演员两个戏而已,怎么还真打起来,哇哈哈哈哈哈哈,这个节目真的很认真,没有吐槽的意思,采访就采访吧, 还整了一个演播室和现场联系的环节,请您分手原因连线说明,感觉下一秒情感调节专家就出来了,看着干的时候真的挺心疼灭人的, 他听完黄义说的话已经忍不住想哭了,但在镜头面前,还给面大微笑扬装镇定,一直咬着后槽牙缩鼻子人眼泪,显然记者没打算放过他, 嘀咕话筒让他谈感受,此处好友等再次上线,到今天我觉得是个美好的回忆,他以后都会是我的朋友, 他俩在一起时没什么人知道,分开了却引起很多讨论,网上传的最多的分手原因, 是聂远不喜欢黄义和其他人拍新密戏,尤其是环珠三,时成的当事人聂先生还一本震惊地回应了这个说法, 哈哈哈哈哈哈,那时候本来好着了,还吵架,您还真没什么偶像包袱,不把自己当当年的四大小生之一, 时过境迁,这段视频现在拿出来,已然看得人又哭又笑,被逆远在采访最后说的那句话捉重了点, 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,没了,感情没了,感觉没了,可能都有吧, 其实正在旁人的角度回,故这段恋情,就像当事人双方都提到的那样,当年大家都太年轻了, 不是不爱了,而是不会经营,套用一句特别俗的话,就大概就是所谓的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吧, 黄毅和聂远在分手后能如此坦荡地评价对方,至今也没撕破脸皮,这样的前任在娱乐圈真的挺难得的, 分手后依然是朋友,至少从目前来看,他们没有失言,2007年,聂远父亲去世, 他在采访里说黄毅曾亲自打过电话安慰自己,哪怕当时已经多年没联系,也是在这个采访里, 主持人问他对当时霍思燕和黄毅的骂战,因为场男友有什么看法,他虽然没有直接站队, 但是也大方奔想了自己的态度,这个世界不是单一的两个人的骂账,肯定里面有问题在, 2014年,黄毅身陷离婚大战,有媒体有问道聂人,他说,我觉得黄毅是个很懂事,还很孝顺的一个女孩子, 而黄毅这边呢,虽然不会主动起,但同样也不变怀,微博关注列表里一直有聂员, 他曾在2016参加一档,节目时回应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争议,其中在聊到聂远时, 他还开玩笑说,希望他多生几个儿子,其实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就挺好, 这次如果不是聂远的新剧,让人怀念其那步上错花轿,估计大家也不会翻出他和黄毅的前尘往事, 两人分手后,聂远经历过两段婚姻,2014年和第二任妻子生下一个女儿,现在成了炫满黄末,黄毅同样经历过两段婚姻, 也有一个女儿,现在和第二任前夫黄毅清的官司暂时告一段落,最近还和女儿一起参加了一段亲子踪迹, 虽然重温老剧还是会感慨当年的故事剧情,但看到当事人都收获了各自的幸福,我们也得改翻篇篇篇篇才行, 就当又发现了一个娱乐圈,分手不思X的最佳案例吧,最后一句,有些缘分因错过反而美好, 部分截图来自at凤凰娱乐at猫娃叫W,都被Ida Grace Kelly,如有任何问题,请及时与橘子君联系,